26日,马国民和陈展鹏一起来到重庆,出席由重庆有线举办的2015风尚大典,黑色衬衫,黑色休闲裤,身高183的马国民带着标志性的笑容,和陈展鹏一起接受了重庆媒体的采访。 从早年的创世纪《喜悦路》中的酱油角色,到备受内地观众喜爱的Uncle36小时,幻海奇观,流氓皇帝等剧,马国民塑造的形象大多是憨憨傻傻的好男人,但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,马国民却坦言自己私下坏坏的。 坏坏的是坏在哪些方面呢? 什么地方都坏的。 去夜店吗? 因为,哦不,这个不去,因为我发现我在现实的我是一个很想坏的男人,但是我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不太敢去做,所以我很想在心里面去做多一点。 第一次来重庆的马国民和陈展鹏都称赞重庆是座很美的城市,很干净,很漂亮。 我觉得挺干净的,对啊,就是在鸡墙到我们吃饭的地方,有个很漂亮的桥,是吧,同边也是很漂亮,我忘记了什么地方,这个地方。 重庆也很重庆,然后这边很漂亮,但是他们说这边是比较漂亮的,那之后就到酒店了。 据透露,两位男神一到重庆,二人的粉丝便自发包了两辆车,全程从机场追到火锅店,最后又来到两人入住的酒店住下,面对热情的粉丝,二位男神表示。 对于是否有来内地拍戏的打算,两位男神一致表示要看TVB的安排。 马国民说,虽然自己目前还无缘来内地拍戏,但是对内地的综艺节目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 当记者问到最合拍的女艺人是谁时,41岁的大龄单身男青年马国民坦言,TVB里合作最默契的演员就是杨怡。 我想就是杨怡吧,对因为我跟他拍拍很多,还有就是,不知道为什么我跟他拍戏就是有一种特别的默契出来,产生出来。 而关于自己的另一半,他则开玩笑表示,年龄性别都不是问题。 我觉得TVB太多厉害的男生,简单也是一个正确的。 他还年轻。 对他还年轻,就是他,我是大叔了。 所以我想,我应该要去慢慢再选择了,对不对?快一点去选择了,对不对? 有什么标准吗? 我没有什么标准啊,就是他不介意我坏就可以了。 我真的不介意,我觉得如果真的爱一个人,不用太担心他是什么年纪,还是他是不是男生也没有关系。 但是我蛮爱健康的。 我蛮爱健康的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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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蛮격的。 我蛮爱健康的。 acquisition mens是什么我不是我的贼,还是我为我生气。 踊进来个你的贖字。 我蛮爱就ех起来了我狗狗狗狗狗狗的。 发生倾楼狗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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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狗。 以上信息由看看重庆整理播报 未经许可,不得翻唱或使用